前不久英特尔发布了最新的11代桌面级处理器 那么我也是很有幸的搞到了一台 也要非常感谢厂商给我这次机会 11代英特尔的处理器能达到了5GHz锐频 简直堪比是一台超跑的发动机 并且针对硬核玩家解锁了全核心超频体验 性能在5GHz的基础上还能再次提升 对于游戏的帧数以及稳定性的提升都非常强大 支持第四代PCIE总线技术 从第三代的16条通道增加至现在的20条通道 不仅每条通道的速度变快了 其中4条通道直连固态硬盘 读取信息的速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打开个什么游戏软件基本上都是秒速 第四代PCIE总线技术扩充了带宽容量 可以更大程度的帮助高端显卡发挥潜力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 最新的11代桌面级处理器它的性能究竟如何吧 之前在视频中答应过大家 赛博朋克2077完结之后会带大家看游戏风景 这款游戏是2020年的最佳画面游戏 所以说对配置的要求确实非常高 活素材的配置是搭载了酷睿第11代 i7-11700KF处理器 七彩虹的RTX3070显卡的今天主机 虽然并没有达到最顶配 不过这一套的价格就比较亲民了 在进入游戏之前呢 我们当然是4K分辨率 然后把所有的特效都调到最高 这样就可以来欣赏夜之城的美景了 那么在目前的这套配置之下呢 整个场景的细节都是非常丰富的 既然是带大家看城市的风景嘛 那肯定要看一些不太一样的 首先是赛博朋克世界的大飞机 这种飞行器平时只能远远地看见它飞在天上 游戏中除了剧情之外 玩家也没有地方可以坐飞机 说好的自由开放的世界 如果飞都不能飞起来 那何谈自由嘛 可以看到飞艇的旁边呢 其实是挂了很多广告牌 而且这个飞机实际上是没有座舱的 如果你想要站到飞机上面来 那你的下场其实就是 穿过去 这完全都没有模型体积啊 在夜之城的市中心可以看到 三条巨大的全息投影广告牌 只是差云一消 就高度来说 这绝对是游戏中的最高点了 比市中心最高的大楼 起码还高了一倍 如果我们飞到广告牌的最上面来 那就可以真正地俯瞰全部的夜之城 这个有恐高症的玩家建议还是不要看了 市中心的晚上是最繁华的灯火通明 其他地方的光线看起来就稍微暗一点了 并且可以看到城市的远方其实是有边界的 等一会儿就会带大家去探索边界 在荒板港口有很多这样的公寓住宅楼 表面看上去灯火通明的 实际上这里面可是一个人都没住 内部的空间是一片虚无 这个地方只能让你穿模过来 在前期我们有一个前往干壁大厦的任务 在荒板三郎这个老头死亡之后呢 干壁大厦的门就被封了起来 这个大缸门是怎么都破坏不了的 如果我们尝试使用作弊器从旁边飞上去的话 会在半路被系统给截停 然后直接死亡 不过方法其实也是有的 只要我们从远一点的地方往上飞就可以 直接就能飞上干壁大楼 但是到达楼顶之后有一个神奇的效果 周围的视线会突然变得雾蒙蒙一片 第一次来干壁大楼主要是很容易漏掉楼顶上的这把武器 叫做武士刀菊 应该是荒板三郎平时在家削水果用的 怎么感觉上来之后就来到另一个世界了 这里是寂静岭吗 天空中怎么还飘着一些残渣 在正常的游戏情况下 当我们试图接近地图边缘的时候 系统会提示你前面的区域什么都没有 然后把你传送回到之前的区域 这其实就相当于一道空气墙啊 但其实只要我们飞得够高就可以不受这些限制 游戏地图也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首先我们向着地图的北方出发 往北走感觉是叶之城的工业区 这里有很多的工厂油田 一旦走过了油田就只剩下丘陵和山脉 最后就只剩下连绵不断的山丘了 按正常来说的话 这边地图是很大的 这个山我们要爬很久才能过来 爬过了这几座山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地图的边际 哇这充分说明了地图它是个圆的呀 原来地图的下面还有个黑洞 当我们掉入地下世界之后 游戏就会把我们传送回上一个存当点 接下来我们前往地图的西边 一路往西走的话是叶之城的港口 这里紧邻着一片海洋 这个港口上面还有飞机飞行的跑道 但是一个NPC都没有 所以说这边本来就不是让玩家过来的地方 你可能会从地面直接掉进海里 这个海这个水它怎么是硬邦邦的 港口上面最显眼的是这么一个火箭 难道后期主角就是坐这个火箭前往太空 从港口我们还可以继续往西边走 正常来说也是不可能到这些地方来的 继续往前走呢就可以看到海洋的边界了 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啊 地球是圆的 跨过海洋边界的话 我们同样也会掉入地底世界 这个视频可能会成为天园地方学说的最佳证据 接下来我们往地图的东边进发 东边其实更加偏向于农田啊 种植区域 游戏中途做任务也会来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风车在这里发电 继续往东走走到极限就是岩石和山丘 跨过最后一道岩石的话 同样的道理我们来到了地图的边界 天园地方学说再次得到论证 最后如果我们往南方走 首先呢会看到一个巨大的水坝 只不过这个水坝里面目前并没有蓄水 继续往南走的话 会来到一个类似于实验基地的地方 看上去非常整齐的房间 实际上这里是生物实验基地 可能是在某个支线任务里面来这边做生物实验吧 走到南方的尽头 也就是同样的到了地图的边界 虽然我们视频中展示了很多类似于bug的画面 但其实夜之城的景色真的是非常漂亮的 细节非常丰富 建模非常有科技感 当然你需要一台能够支撑最强画面的机器了 虽然说这款游戏的最高画质 是需要RTX3080才能流畅的 但是呢在英特尔11代芯片的加持之下 画面的稳定性依然很棒 游戏的读取速度和响应速度都很快 一款好的CPU的强大更体现在一些FPS游戏中 例如我所使用的这套配置 在绝体求生这款游戏中 把画面调至4K 所有特效调到最高 游戏画面基本上稳定保持在150帧以上 虽然说屏幕刷新在到达60帧的时候 人眼已经感觉很流畅了 但是在FPS游戏中 高刷新频率意味着更快的响应速度 在英特尔11代桌面芯片的加持下呢 我们平时玩的这些小打小闹的游戏 基本上都是丝滑到起飞 帮助我这种老年人强法操作更迅速 除了用来玩游戏3A大作之外 在图形创作渲染上面也有着极致的体验 英特尔公司还与全球多家游戏开发商进行了合作 针对游戏引擎和中间软件进行了一系列的优化 是英雄联盟LPL S10 S11等大型游戏赛事的官方指定处理器 游戏性能稳定 玩家首选 屏幕前的你如果对于游戏性能也有追求 那么赶紧试试英特尔最新的11代桌面芯处理器吧 演奏 一 这